各位是大家好 欢迎回到苏维亚克小学堂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提 我们一般在用 KCAM或口扫 如果不用用在这么复杂的领域 我们要回应一个最原始 最简单的期待 那就是我们想要有一颗好的修复体 那好的修复体 不论我们现在是用模型印出来 还是3D列印 我们大致上可以先理解一件事 3D列印目前的精确度已经很高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 Prepare Scan 然后我们就CAM出一个 3D列印模型 我们再把CNC 磨出来的 跟3D加出来的 这两个数位的科技的模型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来检查它的边缘 我们来检查这样子的透明度 其实这是一个单橙色的磁块 没有任何堆磁 它就纯粹是 甚至我们外染还没完成 就只是形状调整好 那轻微的外染 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好的修复体 这是我们在用数位的时候 一个很基础的期待 有些时候我们用的时候 又不见得真的能用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 所以我们先看一个正向的结果 我们来看反向的结果 正向的结果是 这个病人 这是他来的时候的样子 当然他前牙三道三 他觉得颜色不好看啦 各位他22呢 其实这颗PFM 你们已经阻断了 那11跟21两个牙龄的高度 也是不一致 那11跟12呢 牙齿的排列也是一前一后 所以他的轻牙三道三 其实问题 从颜色到排列到结构到牙龄的高度 都有 所以我们用数位来解决 但包含了矫正啦 牙齦啦 直牙啦 那病人他说他很白 我们先尊重他的选择 所以我们就做给他一个满白的颜色 那这个就是当天我deliver上去的样子 那我们用的KCAM 所以我们用了像这颗22是imprint 那其他是Bernier 我们可以把它放上去 然后给病人一个好的结果 Margin fit 然后颜色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那希望不要Texture太明显 OK我们都做得到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那有些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看到别人分享的时候 又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回过来再想一件事情 整个Digital的世界 当然它复杂性很高 但从左到右 我们就大概分成四个领域 你影像的获得 获得后中间电脑CAD软体的处理 处理以后我们要如何CAM出来 你可以用膜的 你可以用硬的 还有CAM出来以后的世界 那这四个领域里面 跟我们要获得一个好的修复体之间 就这么单纯吗 没有 还多一件事 我们今天是讲 我们想要一个resolation 不论是imprint的还是prosol的 它都会有个前置 也就是医生的口内tooth preparation 所以关键就在 OK我今天要拿到一个好的修复体 从左边看到右边整个图 有医生的人为操作 和后面所有的数位科技 这两个兜起来 哪一个因素比较重要 哪一个因素比较不重要 这可能会左右了很多医师 他在临床操作的时候的想法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透过这个简单 简单的影片来跟各位分享 在这六年来 我们一路上失败过 然后也知道他怎么失败 那在得到比较好的结果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要如何得到一个好的resolation from kickcam 不论你是用哪个牌子 第一个我们会口扫吗 第二个我们会设计 第三个我们会cam 第四个我们会用材料去磨 假设你不是用temp 你是用玻璃陶瓷 那大部分有磨的 那你用氧化告 可能用磨的 你有可能你是用3D列印的 那3D列印氧化告 目前文献不够多 我们先离开 所以我们都是用磨的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你扫描可不可以扫的不要变形 你的软体要怎么处理 你的研磨剂的性能 到最后就是你的材料的可研磨性 所以这四个我们把它合起来 再配合上左边那个tooth preparation 这一串的变数 所串起来的结果 就影响了右边 各位就看到这个文献的 那一罐的呈现 margin有没有去拼 margin有没有完整的一圈 所以以这个思考来看 我们就要去了解说 tooth preparation影响有多大 intral scan影响有多大 你的cat软体影响有多大 你的研磨椅的性能 和你的材料选择 各自的影响 假设不考虑颜色 我就想要边缘完整 我就想要contact很棒 我就想要我的摇合很perfect 就这个要求 颜色那是染色 那是材料的选择 那是笔色 我们先跳过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是个模型呀 我们prepare完 一个mod的音类 我们scan 不论你这种彩色模型 那现在有一些口扫机 也会除了彩色之外 也可以给你扫黑白的 黑接的影像其实也不错 对比性也蛮高 你也容易看到边缘 不论你是哪一种 你都会磨出来 然后我们try in上去 以这个音类try in的结果 大家从照片上看起来 应该还算满意 边缘该fit都有fit 完全没有bonding 就这样放下去而已 大家应该是满意这个结果的 但是各位 这是口外的模型 口外模型 说真的你的软体 真的做不到 硬体摸出来很糟糕 大家这个也卖不动了 所以在外面看起来都不错 口外看起来都很好 那么口内呢 我们常常就发现现在的状况 各位这是口内 try in preparation也蛮正常的 我们也尽力了 医生也用microscope 你也觉得你prepare的很棒了 对我放上去之后 各位箭头处就是有gap 很明显的gap 那这很明显的gap 往往就是很多医师 一看到这个结果就是 天哪数位果然还是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谁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口少的问题 软体的问题 眼磨机的问题 还是材料的问题 还有大家都有问题 总是要把这件事说明白吧 所以我们在五年前 大概2015年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也会碰到这个状况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问很多厂商 每个厂商都说不一样的结果 你问口炒机厂商 他会跟你讲话口炒机最棒了 你问的材料厂商 他会觉得他们卖材料最棒了 这跟bunding甚至没有关系 我只是try进去而已 搞不好人家就说 你没有try到底 搞不好content太紧了 content我们当然都检查过了 所以你问不出来的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设计实验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实验 拿真人 然后把模型翻印出来 列印出来 有inlay的 然后我们要故意找那种 转角很大 你找crown是没有意义的 有inlay的 那有更大转角的 例如unlay 或者endocrown 然后我们试了六种不同的材料 所以软体上面的测试 我们有一致的标准 然后不论是我们从侧面观 prosimo 还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他的这个转角 跟我们restaline贴合的程度 在这不同的材料 我们用了很多种角度来测试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不是我们拿哪个paper的 那我们再用电子显环镜去照 结果发现什么 会啦 材料的确对于我们医师要的一个好的完美的修复体 在边缘完整度上 似乎有那么一点影响 所以我再把它放大来看 这个图大概就更明显了 如果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 没关系 总之是不同的材料 kcam不同的材料 那在一样的放大率 一样的这个范围下 你会看到说 这些边缘是有些不规则的 那不规则最小 从左边一路排在最大的右边 但是不规则 其实量都不大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理解 OK回到刚刚这个投影片 看来材料的选择 大家其实第一开始 关键会想到是材料 我margin不fit 不够完美 会不会是材料啊 OK因为假设我们prepare正常的话 那我们材料先排除 原来材料有影响 但不绝对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三个 有口勺的 有软体的 也有我们的研磨的 我们先看一下 到底以CNC的角度 这我不列印了 我是要磨出来的 以CNC的角度来讲 事实上 那左边是prepare正常 医生母 右边也是prepare正常 机器 两个 医生母 都在一起 我们把它都在一起的时候 机器母跟医生母的 有很多的 医生母的 医生母 一个是马拉斯的方法 一个是 两个 医生母的医生 医生 那么 这两个 医生 有差别吗 我们来看这个 prepare正常 各位 黑色的线 是指医生的prepare正常 白色的resolution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close section的结果 那么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空间 在黑色的线 跟白色的修复体之间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 这个地方 一看 你看 哦 好大一个洞 黑色的线跟白色 中间有着gap 这gap是怎么来的 因为啊 黑色的线是我们 医生母出来的 那白色的修复体是 机器母出来的 机器用的钻针 就这么大 大家一看这个图 你大家都理解 因为钻针的钻头 还是有大小粗细的限制 钻头越细 钻头的弹性就越大 在研磨的时候的稳定性就越差 所以钻头不能说 各位像医生想的 哎呀我们就做C一点了嘛 这不是可以钻的 医生准备的很knife edge 或者是一个很sharp angle 不就都可以了吗 不行 钻针会变成有弹性 它在研磨的时候 碰到钻钻钻 钻钻压到那个材料的时候的压力 它会弯曲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硬度才可以 所以这个叫做overmeal 叫做过切 那么在有过切 那就有不过切了 有 所以左边叫regular mode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给你过切了 研磨机就是这样子 那右边呢 就是你还是可以主动的 手动的去修正这件事 我不要过切 那个时候我们叫vernier mode 叫飞过切 那飞过切 机器就OK 你叫我不要过切的哦 我就磨到这 磨到这有什么后果 黑色的是你的abotment 白色的是你的resolution 所以医生一放上去 就有什么样 open margin 那那时候医生会觉得 哇这个KCAM不好 我们要先说 你有sharp angle被挡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马上理解到 原来材料选择没那么重要 以margin fitness来讲 关键就是你的preparation 如果有sharp angle 抱歉 你说以前可以那是press 所以以前可以那是casting 但在KCAM没办法 那么如果是margin呢 刚是abotment上面 如果是margin呢 我用margin来当例子 如果你margin故意prepare的时候 像各位照片上看到一个尖角 那么机器如果under meal的意思 就是不磨那个尖角 那有没有看到旁边 所有的margin都碰不到 resolution都碰不到margin 全部都是gap 有另外一种磨法 OK 请你over meal 好啦 那个现在你的margin gap 就只留在那个尖角的地方 那其他的地方可以压下去 所以上面是under meal 在margin 下面是over meal 在margin gap从大变小 但就是有gap 只是你能不能接受而已 关键就在原来preparation看起来 满 直接决定了 这个resolution 有没有一个perfect fit 所以回过头来 原来数位不能解决 医生手残的结果 数位就是一五一十的给你 你给他的东西 所以对我们来讲最简单的就是 你想要得到一个好的resolution吗 那么最关键就是你的tooth preparation 那包含了上面这五个 我就不一个一个年了 各位看了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这五个如果没有做到 那么在前牙看起来又多 又是什么样子 刚刚各位看到的是后牙 现在看到的是前牙 各位在这个前牙 那么一直preparation完之后 不论先不管这个preparation的品质 各位 preparation完之后 你会看到右边这张图 它的inside收益 就是很尖的 会怎么样吗 在casing世界里面还好 那kcam呢 就会变这样 左边是over meal 右边是under meal 左边是过切 右边是非过切 左边你敢delive吗 不敢 好大的一个空间 右边你能delive吗 不可能 因为你的resolution完全卡到 你的butman 根本try in不到底 所以不论左边try in的到底的 里面松垮垮 你的raising cement 一放上去 马上就 外部的这个buckle side 就看到那个raising cement的颜色了 右边是你try in到底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请问一下 这个preparation很糟吗 不会啊 因为他中间的 我们讲的incisal edge 从buckle lingo 这个buck joint的距离 大概是0.84 但是他就不walk 不行 所以很多人用前牙 收藏会蛮挫折的 如果你一开始 就用kcam在前牙的时候 你会觉得为什么 你的margin都是open的 那如果你不想open 像vnir 像这个 像vnir 如果你在incisal edge 这个位置 你留下大概1mm 那各位你再看一下 电脑会给你什么样的结果 非常一致 又均匀的spacer的分布 没有什么undermere overmere 就是一个漂亮的space 那这样你的bunding strength 还有你放上去的fitness 都会是你想要的 所以 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因素 来左右的kcam跟faitkcam呢 有 就是preparation 你的tooth preparation 有非常巨大的改变 当你要使用数位化的时候 所以结论就这几个 第一个 你整个数位的 你要用scanner或者印模 然后总之你要记得 你是要用CNC车出来的 那么第一个你要smooth的abotment 如果你是前牙 你的butt joint要1mm 最好呢 你希望用venire mode 就是非过切模式 来让你的所有的接触面 越完整越好 而不是要用过切 因为你有些preparation的不好 所以用过切来补偿它 这样并不好 那slice check slice check指的就是 像各位我们要从看CT的方式一样 一张一张的慢慢切来看 这样才知道 你有没有resolution 哪里有weakness 那就以后 可能就是我们broken的位置了 所以看来第一个 我们先解决了 材料不是关键 有点重要 但不是关键 第二个 preparation 超级重要 数位要执行介入以前 preparation就已经吃掉了 可能八九十percent 你未来resolution 会不会好的一个成分了 那么还有吗 有 扫描呢 这今天不是来跟各位玩口炒机大比较 我今天是要跟各位提的是 扫描本身在得到一个好的修复体 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吗 还是少少就好 preparation很漂亮了 假设我们已经把preparation搞定了 材料OK 我们氧化糕也是个正常的材料 那扫描呢 扫描是一个从我们好几年前用到现场 2014年我们用到现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 各位你看一下2015年 我们的margin同一个 各位同一个模型 没有换 15年扫描的 跟17年扫描的 你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那个abotment的buckle side的边缘 同一台机器 同一个scanner 不同软体的版本 那如果再把时间拉长一点到19年呢 你看一下 同样一个abotment 15年 17年 19年 各位有没有差 有吧 15年 你连margin这样也都看不清楚了 你有没有排营 不用排营 那这supra均取法怎么排营啊 所以变成 好像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 5年前大家会觉得 KCAM不行 因为margin看不清楚 当然比KCAM也做不好啊 那现在还会看不清楚吗 不会啊 17年就已经变得蛮好的 19年更立体而已 你可以看从 OkusoView往下看 15 17 19 所以你说scanner重不重要 重要 你说scanner软体版本重不重要 重要 那 看起来好像只有这两件事 决定了 对不对 所以当我要得到一个好的resolution 像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一个 是不是就只要 有一个 比较今年买的软体 版本的扫描机 大概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是这样吗 好像也不是 我们来看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扫描的时候 并不是 你想怎么扫 就怎么扫 它是分成两个 两个 两个 两个思考来解决 那我们今天并不是在专论扫描 所以我讲的比较用结论来讲就好 第一个就是我希望我的 如果要扫援口 我希望我的这个arch 的distortion 或者叫 global accuracy 是蛮好的 那这是结论 所以我需要一个稳定的模型 而不distortion 那么它就有一些特别的扫描法 例如从舌侧或二侧开始 而不是从咬合面开始 因为咬合面只要叫扫全口 你要记得 天下的扫描机都是一样的 没有哪一个扫描机 不怕前牙切端的 那你说为什么 之后我们有机会再说 所以绝对不能把扫描机的 开始的起点 放在一个扫描机 眼睛会看不清楚的地方 因为你就想一件事就好 前牙切端 你把你的口扫机 放在前牙切端的正上方 就是occluso view的意思 你觉得光打下去 反弹回来给扫描机 他看到有多少 很少吧 因为前牙太细长了 只有inside so edge 那一截的光打了回来 其他buckle跟寝国塞 都非常大的倾斜 光都坦开了 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太少 偏偏你要的东西 我们医生要的东西太多 所以前牙都会有很大的变性 除非用对的方法少 所以我们才会说 轻你又从舌侧开始 而不是从夹侧跟咬合面开始 尤其全口扫描 这样子你才能扫出这样的东西 upper arch low arch 没有牙齿 如果你不是这样扫 就抱歉 你一定会迪士偷讯 有证据吗 有 在我们用sarray的时候 大家都会笑 天哪 学长 或者超越士 sarray超不准的 你知道吗 多少文献打强他 没办法 当初用sarray 他是目前也是最完整的缺带 solution的厂商 他用的不准 各位你看2014年2016年的instruction 用他的instruction来扫描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的global accuracy 其实是物差蛮大的 但是医生还是不会比电脑来的笨 我们就是有办法找到如何拉扫得更准 就是从二侧或舌侧开始扫 而不是从咬合面或切断开始扫 你就会看到global accuracy 在D88 就是invisual来希望扫描出来 至少要有一个精确度 D88里面他会降到大概百分 在只剩30到40μm的distortion 已经很少了 大概是这样 就已经可以跟 Oditional silicon相抗衡 直比Oditional silicon高一点点而已 所以扫描方法很重要 扫描机很重要 扫描机的软体版本很重要 所以买对的扫描机 不代表你扫得好啊 版本对没有不代表你扫得好 甚至还是会扫不好 你还得扫得对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修复体嘛 所以还有一个叫做 你要怎么scan 可以scan的边缘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叫各位 一个叫HD Scan 我们在多科治疗的时候 一定会先少一个Biocopy 再少一个preparation后的abotment 各位你用肉眼看一下 当我扫描后 左边跟右边 你觉得Margin哪边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是我故意在模型上扫描的 左边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Distro side的Margin比较平 右边比较立体 怎么会这样 左边跟右边都是用同一种 我们刚刚讲的 从蛇侧或者是二侧 开始7点的扫描 也就是我们已经把Global accuracy 控制的够稳定了 但我边缘看不清楚啊 还是看不清楚啊 除了软体的版本扫描机之外 我边缘居然看不清楚了 这是2019年扫的耶 那怎么同一台口炒机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医师 同一台机器 有左边跟右边的差别 因为对焦距离 所以我们在做HD Scan 它就有点像Double Impression的概念 所以当你在做一个 所谓的Biocopy扫描的时候 不需要那么准 不变形就好 当你在扫Aboutment的时候 不只不要变形 还要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Franwork Scan呢 就好像Heavy Body HD Scan呢 就像Light Body 合起来Double Impression 才有办法让我们的 数位扫描的Distortion 跟它的Margin的Clear 达到最高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用 Franwork Scan 就是从二侧或蛇侧开始的扫描 Franwork Scan Franwork Scan Light Body 纯粹就是Aboutment 跟它的Margin 那至于关键是什么 Franwork Scan 跟Franwork Scan 的差别是什么 各位看一下 How it works 第一个 你要找到你口吵器的对焦距离 以我用的Saverrack来讲 5个mm 那我的移动速度呢 每一秒0.5mm Franwork Scan 大概就是每一秒 可以3到5mm 那么我在用Franwork Scan Franwork Scan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速度 降到每一秒0.5mm 这我也有我们的研究 只是我们就跟各位讲 结论就好 那所以我们就 用一个Probe 我们会在模型上 如果各位 你们有口吵器 想要练习的话 在模型上自己先放个Probe 把你的镜头 先确定你的口吵器的厂牌 我用Saverrack 所以我站在50mm 好 这次我这次50mm的扫描 我就固定这个 我会很转慢的运动 然后 来复取 这边要的对焦 有这样的扫描 各位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左边跟右边 各位 又是同一个模型 同一个机器 同一个仪式 同一个版本 不同的距离 左边的Missile Margin 跟右边Missile Margin 你会发现立体度差很多啊 所以你Prepare 这是随便 我们弄个模型出来 就是要测试口吵器的 你Prepare 如果很漂亮的时候 那结果口吵器扫出来 像左边都是糊的 你不难过吗 Resultion放上去 你不觉得很sorry吗 会吗 那时候我们再来骂口吵器怎样 还是我们需要多懂一点数位的东西呢 所以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原来 口吵器决定了 第一个 我Preparation有没有Distortion 第二个 我Preparation Margin看不看得清楚 至于说排影 你就排影嘛 那些本来就要做的事情没有少 就怕做了之后看不到 那才是我们最担心的事 所以今天到了最后 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个Summary 你要有一个好的Restoration 这是我们这种数位一个最起码的期待 至于你要DSD 那些东西没有问题 数位你要有什么 什么fancy的都有 但fancy也不见得能赚钱 fancy也不见得符合我们的期待 fancy有些时候永远都只是fancy 我们要的其实就是一个Restoration 而这个Restoration我们希望它Good enough 五个可能影响的关键 1.Tooth Preparation 2.你的Intra Aural Scan 3.你的Software 4.你的Mini Machine 的Performance 最后你选的材料 关键 Tooth Preparation 排第一 Prepare不好 后面真的也很难搞 好 大家了解了以后 如果Prepation已经不错了 我们把它放一边 纯粹用数位的这四件事情 从上到下 Scan 的Distortion 是核心 你一定要Scan的够好 距离要抓对 Double Impression的概念 软体的版本跟参数的设计在第二个 那就是各家百家争名 我跟各位讲这也重要 Cat Software的参数的版本也蛮重要的 但没有前面的扫描不变形 Tooth Preparation要好 这两个来的重要 那如果你Prepation很好 Scan的也很漂亮 你希望完美 Mini Machine的Performance 你就得抓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会喜欢用CatCam 缺赛的原因 我们自己控制它 那么怎么控制 Venier Mode 飞过切模式 如果你自己没有买机器 没关系你问你的Lab 我可以开飞过切吗 不同的Lab上面的CAM的软体 都有不同的名称 反正就是叫飞过切模式 那最后 才要选择重不重要 OK 我觉得普通重要而已 你选你喜欢的 并没有哪个材料绝对成王 也没有哪个材料绝对不行 但是 你要知道 你为什么做那材料 可能会比较重要 而不是为了那个Margin的Integrity 那么今天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 跟各位说明到这里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今天我们在这个 武汉肺炎的期间 把明把实习课程里面讲的 我们用数位的方式 在脸书上录好 给各位分享 有问题 欢迎各位跟我们联络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